有点早安 你好 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7月5号星期六 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 昨天成型的晚熊台风 已经变成中度台风了 很担心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呢 赶快来问一下气象主播建梁 建梁早安 燕迪早安 大早安 好 这个晚熊台风变成中度台风 会不会影响整个周休假期呢 还有啊 这整个周休假期 到底天气怎么样 适不适合出游玩 赶快请你来告诉大家了 是的 各位观众 这个晚熊台风在昨天晚上呢 已经形成这个中度台风 不过目前看起来 这个周休假期啊 大概对台湾影响啊 没有这么大 周休假期天气还是相当的不错 是很适合出游的 但留意一下 还是容易会这种午后的雷震雨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清晨各地区温度 北部地区大概来到27度左右 中南部来到17到19度 东部地区大概来到26度哦 这个清晨温度啊 就已经感觉有一些些热了 其实也在预告呢 今天白天温度啊 真的也不低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白天呢 整个西半部地区 大概来到34度的高温 东部地区大概来到33度哦 今天白天温度依然是相当的高 尤其是台北地区啊 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 34、35度的高温的 所以提醒你今天出门呢 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 还有多多补充水分了 好 接着我们赶快来关心到 这个浣熊台风的动态哦 我们看到 目前它在这个台湾而乱比呢 大概东南方 210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 持续往这个西北方前进哦 大概礼拜一跟礼拜二这两天 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 可是目前看起来 大概对台湾的影响啊 大概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那未来大概持续往北走 对日本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未来路径会不会改变呢 其实就要端看这个太平洋高压了 太平洋高压大概在这个位置哦 如果呢 它比较往这个西边延伸过来 把这个台风哦 往台湾的这个附近推过来 当然影响就比较大 可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太平洋高压稍微比较弱一些 往这个东边退回去哦 所以目前这个台风 大概到这里之后 大概就持续往日本方向过去 对台湾影响当然就比较小一些 大概礼拜一礼拜二哦 这个东部海面风浪稍微大一些 那东半部可能有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整体影响呢都不会太大的 可以不用太担心 那未来动态 我们还是持续的来帮你做掌握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晚空台风还没有到 这个今天天气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们看到卫星云土 我们看到台风在这个位置 大概对台湾还是没有影响 那整个这个南边水气啊 今天都还是比较多一些 所以偶尔北台上来 造成这个东南部地区啊 像台中地区今天 偶尔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大概不局限在中午过后 一整天都会有一些 短暂性的震雨的 那整个西半部地区呢 白天天气相当的不错 但游历都容易会有这种 午后的雷震雨 所以这个周休假期呢 如果要出游的话 那中午过后可能要预防 瞬间比较大的雨势发生了 那这个中午出门呢 还是要注意这高温炎热 要多多补充水分的 好 接着我们就看到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区 28到35度 降与接力30%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27到34度 降与接力3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27到34度 降与接力30%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 27到33度 降与接力30% 高雄屏东 澎湖地区 26到34度 降与接力0到60%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26到33度 降与接力10%到30% 外岛地区 27到33度 降与接力0到10% 好 接着我们看到旅游天气 好 提醒你啊 这个周休假期天气还不错 大概还不会受到 这个晚雄台风的影响 但各地区高温炎热而且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的 出门记得都要期待雨具了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农民的部分 今天是农历的6月9号 属羊的朋友特别小心跟留意了 今天很适合像结婚交易出远门都相当的合适 那今天礼法安葬特别留意跟小心了 以上资讯就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彦迪